22年的考古发掘 积累下了丰富的资料 徐光继正在整理资料 准备多出研究成果的时候 却突然接到了调令 考古所派他立即到 河北省的叶城遗址 去主持考古工作 我正要取得很重要的成果的时候 因为我在内蒙工作22年 我刚才讲了 我调查那么些成 我的意见都把它撤下来 然后编成一大本书 像这个成果 另外我在内蒙早期的也发现了 八千年的东西 但是我都不能做了 是什么原因让叶城考古困难重重 挖到夯土墙了 知道它有多宽了 挖不到底 为什么水都上来 一座墓葬会出土 有哪些珍贵的文物 它一个鸟的面积 就占了30平方米 6米宽 这个5米高 这样大的花 这在现代也很难打 1983年 48岁的徐光继 来到河北省林璋县的叶城遗址 主持考古发掘工作 其实早在1957年 就已经有人对叶城遗址进行过考察 但是很快考察组就撤了回去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城非常难做 水位高 沙子多 比其他的城难做 就一直迟迟没有做 就是它保存的情况不知道 再一个 它做具体发掘很难 所以一直到83年 才这样决心做 因为不做 不做 对建立中国城市史 中国都城史 是一个大的缺环 原来在叶城的旁边 有一条张河 历史上张河水患频发 给两岸的人民 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张河这个河是很有意思 它是说没水就没水 说来水是大水 它会淹掉好多遗迹 我们很多遗迹在河滩里头 据记载 历史上张河经常改道 导致叶城遗址 大半被掩埋在流沙下面 而且这里地下水位非常高 这些都给考古发掘 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因为叶城的那个地方 很难打 打碳也 打碳垢也很难打 你打了水以后怎么办 怎么往下挖 然后我们第一条潭沟 是打到南城墙上 挖到夯土墙了 知道它有多宽了 挖不到底 为什么水都上来了 再一个 洛阳铲打这个沙子 带不上来的 它有水就滑了 后来我们就发明一种土办法 用这个四个人 绑上这么两条棍子 同时往下压 压过沙城来找这夯土 这样的话就是工作就慢了 但是呢 它确实能解决问题 在挖椅子也很难抽水的 因为它是个大面积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有时候呢 要感到汗 天汗的时候 我们要多做 解决了种种难题 终于探明了 夜城城址全貌 巡光记又根据 先宏观后微观的方针 不止开展局部探觉 86年我做了一个 比较规模大的发掘 就是挖了这个城门 它的门道 三个门道 另外它还有雀 它在城外出雀 这个应该说是第一次挖 文献有记载 但是第一次从考古发掘出来 这个雀伸出去的 就像现在五门那样子 五门伸出了两个手臂 再连城墙 这个叫雀 是增加防御的 这个在这个考古上 是第一次做发掘 它夜城一个特点 它是叫龟向城 就是它墙是圆的 它不是这个直角的 这个你要不做考古 考古的实际发掘 你是做不出来的 后来当时文献是有记载 但是咱们不懂 就连不到一起 当时夜中记记载了 就说在作业南城的时候 挖出来一个大神龟 一个大乌龟 是个神龟 挖出来以后 就把这个城 像龟向来做 做龟的那个样子来做 当时并不看不懂 后来就一回忆就懂了 就是按乌龟 那个壳那么做的 那个城墙 为了了解夜城的建筑结构 徐光记还对铜雀台 进行了局部发掘 我们在铜雀台 我挖了大的尺手 一米多长 所谓尺手是什么呢 在故宫里去过吧 就在那台子上 有那个往下排水的地方 四个角有那个 就是那种尺手 但是它那个尺手非常漂亮 非常好 这个尺手是说明 在东魏北齐这个时期 它的雕刻艺术 它的建筑艺术 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从这个尺手 我们就能想到 它当年的规模有多大 考古学很多是一叶之秋 你听一片叶子 黄叶子 你就知道秋天来了 但是你看到只是一片 考古东西都是破碎的 你必须根据这个破碎的东西 来恢复它原来是什么样子 在叶城的西北方向 有一片墓葬区 传说曹操生性多疑 死后布下七十二疑种 就是怕有人找到它 真正的灵魂所在 难道这一片墓葬 会是曹操的七十二疑种吗 我去的时候 这个墓地立着杯 立着牌子 叫曹操七十二疑种 省保单位 认为它是曹操的七十二疑种 从宋代以来 都认为它是曹操的七十二疑种 那么其中调查过程当中 有两座已经被破坏了 墓点也没了 那么当时就决定抢救 就抢救其中的一座 就是这个万丈墓 我们编号是M6 徐光记对这座陵墓 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虽然这座墓葬已经被盗掘过 但还是保留下了 许多珍贵的文物 东西很多啊 陶俑啊 陶车马 武士俑很高的 牧师门有两个大的文立俑 是目前发现北朝最大的 一米四二高 那批俑吊塑得非常好 有武刀俑 有灰牙 骑兵 它实际上是仪仗 它的仪仗队 如此高大的陶俑 十分罕见 其做工之精美 令徐光记连声赞叹 然而之后 木道内的发现 则令徐光记更加惊讶 开始是挖了木门上的壁画 那当然非常惊讶 太高了 它一个鸟的面积就占了三十平方米 六米宽 这个五米高 这样大的画 这在现代也很难的 后来我们圆大淋磨 就是用塑料薄膜 圆大把它淋磨下来 后来为了整理这个画 必须有三十头那么高 我们常常把它画放下来 你想这个多可观啊 它那个鸟 它那个人物 神态 那确实不是出于一般人之手 那是应该是相当高级的画家来画的 这是中国迄今出土的 面积最大的墓葬壁画 可见其墓主人身份之高 然而徐光记认为 这座墓并不是曹操的遗种 而是北齐的一座地灵 转眼之间 叶城遗址的发掘工作 已经进行了近三十年 可叶城内的宫殿遗址 还没有列入发掘计划 范围太大 五十平方公里 究竟下面藏了什么 并不是非常了解 我们现在了解的 只是它有哪些街道 城墙 护城河 它宫殿区在哪 但是宫殿没有挖过 只挖过一个城门到现在为止 现在又挖了一个寺院 又挖了一个佛教坑 所以它下面会有很多的 重要的遗迹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要慢慢做 估计要做一百年 二百年 有人认为 野外考古既艰苦又寂寞 可徐光记从事考古五十多年 却不这样看 考古学它确确是杀杀实实的 它做一点工作 积了一点材料 它对我们这个社会 它就有贡献 对我们这个民族有益处 所以我很庆幸 我这一辈子学了考古 我越来越喜欢它 它跟我生活是一样 我每天生活 我到现在七十八岁 我七十八岁 从我工作以来就没有离开过 我到现在我连里面 每天都不休息 还是做我的事情 我整个的亲身的寄托 整个亲身的生活 都信托在这里面 所以非常热爱的工作 如果说当初学考古 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可如今徐光记庆幸 他此生选择了考古 因为考古总会有新的发现 而这种成就感 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